恭喜台湾好行澎湖空港快線正式啟程 整型的客運巴士接牌澎湖空港快線 上個月底盛大開通 往返機場跟各飯店接送 让旅客大幅方便划算 但这可让澎湖继承车司机很不满 不担钱而已 旅行这次再来乘温 可以两次来乘温 它已经设定了 要供应它也是很难的 只是说要将我们的诉求 直接在启用现场表达不满 同管处也赶紧召集业者协商沟通 50名小黄司机挤满会议室 现场气氛剑拔弩张 司机不满空港快線 八个停靠站多时计程车 经常载客的路线 还只搭洗来灯 百事多利等大型饭店门口 势必严重冲击计程车生意 它本来是要花300块 它现在花30块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 安排这条线是政府拿钱去 介入我们公平市场竞争 然后压榨我们这400多个司机 都不是说你们的政策不好 因地制宜 不能够抓台湾来参与病 就怕空港快线一出 没人要搭计程车 司机之一根本是在与米争利 不只搭乘一趟只要同板架 而且班次相当密集 更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班次好像40分钟一班次吗 对 好 这班次会不会太匿急了 如果没有办法取消这条路线的话 来回48班 如果能不能把它减半 后续检讨我们来考虑 怎么样把这个班次 跟我们在地的这个 机车车的生计做一些考虑 黄管处强调澎湖空港快线 借近日本 为的是提升观光品质 吸引更多民众到澎湖玩 实际到澎湖机场观察 因为适逢淡季平日 游客并不多 有部分游客还是选择搭乘计程车 但也有人已经知道 要搭乘空港快线 看网会这样的 这样子喔 你们觉得台湾跑行方便吗 很方便 一下飞机就有觉得很方便 有很好的交通动线 然后它能够很快就抵达饭店 拿出空港快线营运资料 到9号为止 营运13天 有898位乘客 只有周末载客量有超过百人 平均载客率只有5% 黄管处表示 目前还在市营运阶段 期望未来能再提升载运量 跟兼顾计程车司机生计间 取得平衡 明星期为了一几华 彭博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星新闻网